不会脑冲血吗 不会啊 怎么会脑冲血 李义军哀奏 八年修成戏曲经 47岁李义军出道30年 唱红环珠哥哥的主题曲 《与蝶儿》被中国认识 日前他受厦门卫视之邀 重操就业办小花袋 这个将在元宵节播出的特别节目 他露脸五分钟 苦了三个月呢 我为了演这一段惊喜 除了我每天要练习之外 我会梦到 哎呀 我好像这个动作做得还不到位 觉得很累 再累远不如童年住校打底之类 他能唱虽败严师所赐 还都怪老爸伟厚兰 他就说 最重要的是学唱歌跳舞 最重要的是 用读书 就这样 从小爱唱歌的李义军 被骗进现在国立台湾戏曲学院的前身 大鹏聚校 扎扎实实学了八年的 静音系 然后六点开始 早上先两堂课 再来就是基本的课 开始练功 我记得我倒立的时候是 是我的头下面有一条水溝 我就是听到一群小孩在 我们到晚上我们就偷偷的到阳台 围在阳台一起哭 因为很想家 我这两条大腿呢 被老师揍 揍的都是黑青的 然后我妈妈看到我的腿 她就哭了 妈妈在李义军生命里举足轻重 她15岁时双清离异 大小事全靠娘一人扛啊 我妈就是白天去菜市场卖衣服 然后去批那种 舶来品去卖 晚上再卖海鲜 卖草海产 她就是不管再苦 她都不会离开她的孩子的妈妈 我现在当妈妈也有很多的部分是 来自于我妈妈 我赚一百块 大概只会花三十块 三月里啊桃花儿开 新花儿白 月季花儿红啊呦 只见那首要牧丹起开呦 发啊那花儿一啊黑 大概就是这样 谢谢 娱乐动新闻报导 公主